美國總統大選 副總統辯論會登場 雙方激烈交鋒 不過他們不斷同時發言 連主持人都看不下去 歷不得是 共和黨在辯論會前 兩小時就在網站上昭告天下 恭喜川普副手彭斯已經獲勝 連發兩篇文獎的巨細迷遺 魏普先知說 最大的輸家是希拉蕊 立刻被傻眼的網友大作文章 希拉蕊的競選大黨 凱恩和川普的副手彭斯 都是律師出身 也都曾擔任過州長 比較不同的是 彭斯以立場非常保守出名 不過最新調查顯示 竟然有高達40%的美國人 認不出誰是誰 其他人名字是 Mike Pence 誰 誰是這個人 那是Tim Pence 或John Pence Pence 於是同時 維基解密在推特上指控 希拉蕊曾想派無人機 把創辦人亞桑傑暗殺掉 維基解密慶祝十周年 亞桑傑放狠話說 將在11月8號投票日前 公布大量美國機密情報 說未來十周 每個禮拜都會加碼爆料 替選情增添辯數 記者 陳昱欣林介入報導